建造業議會一直都大力推廣可持續建築 今天我們要更上一層樓推出探評估工具 邁向2030減探目標 去年2018年開始 籌備一個叫做Carbon Assessment Tool 建造業議會探評估工具 做一套可以量化的評估方法 為香港建造業的碳足印定立一個Benchmark指標 因應巴黎協定 香港在2017年制定了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年間 減少損耗亦可以達到減排和減費的目標 所以我們近年積極推廣使用預製組件和組裝合成法 我們叫MIC這個建築方法 3 2 1 就著可持續設計為建築 推到一些好的做法 鼓勵採納一些新的科技 以及一些創意的概念 為了支持業界去加快或者加強 去減排的力度 我們有一些基礎的措施 是希望能夠發展到一個適合香港用的數據 給我看 頑童的措施 感谢观看